大家好 今天专门说一下关于纸笔方法 这个纸笔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种 它根据各个时期的变化 应该是有甚至是几十种的拿毛笔的方法 下面放的这本是孙小云所写的书法有法 他这里当中就提到过这个 就是唐代的一个大和尚 他应该是当时在中国唐代所吸取的这个纸笔的方法 他这个纸笔的方法呢 就是有点像现在咱们写这个小学生写铅笔字 钢笔字的这种方法 就是这样 他因为在当时中国历史以前 比如早期的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竹简啊 他都是放在手上这样写在刻 后来这个发展的后来像这些捐啊 这些都是只在放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这样在上面写 东黄的这个壁画也能看出来 他就是直接画在墙上这样站着画 所以他这个纸笔的方法应该是这样 以及他这个还有历史上这个家具的发展也有关系 比如说唐代以前 人的这个做的姿势都是席地而坐 或者是跪着 所以呢 他这个拿毛笔可能有很多种这个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有所变化 他这个上面提到过很多 你看这个就是一只手拿着这样的这样一个一张纸 或者是以前的一个主简 这个右手直接这样写着就在上面写 还有以及这个大的毛笔 你看就是有的是直接这样握着 这都是根据写字体或者是大的小的区别 也是有不一样的 咱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呢 因为咱们现在都是这样正坐着 一般这个桌椅根据这个情况正坐端坐着的情况下 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个毛笔是在这四个指头中间 前面上边有两个指头 下边这也有两个指头 这个大拇指辅助着按着 这样毛笔垂直就可以 我下边给大家可以示范一下 这个这样书写一个线 它是怎么怎么用的一个笔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这个中指和食指在这个前边 这个毛笔以这个中轴线为中间的话 中指食指在前边 然后这个无名指和小指在后边 大拇指这样辅助着按着就行 这样这个毛笔垂直 垂直这样 这是现在比较习惯用的一种方法 比较适合这个现在的坐姿 因为现在桌子都是高度都在80公分左右 然后人的这个身体比例 以及坐的这个状态比较适合这个 这样好控制 下面我顺便说一下这个 写这个线条的时候 这个顿笔以及这个中锋的这个用法 顿笔就是这个 这个顿笔呢 就是这个毛笔在这个垂直的情况下 线条开始写线条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逆峰的逆峰 欲右先左 咱们现在是往右边写 有一个逆峰的这么一个意思 往右边写 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顿笔 到最后呢 有一个收笔 中间这一段叫中锋 这个中锋呢 就是这个毛笔 现在它有一个尖 这个峰啊 这个笔峰 是在线条的中间行走 比如写这一根线 这个笔尖 咱们往右写的时候 这个笔尖是往左边的这个弯曲的这个方向 这个就叫中锋性笔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中锋呢 这个中锋写出来的这个线 线条质感比较有力度 如果这个笔是这样侧着呢 写出来 它这个线条两边 是不一样的 中锋的情况下 线条更有质感 所以在刚开始出学的时候呢 要掌握这个中锋的这个使用方法 下面我用这个中锋的这个方法 写一下这个线条 先写一个横线 顿笔 中锋行笔 这样它这个线显得比较有质感 到最后收一下 这个线平时多练 经常练这个线 书法就是线条的艺术 线条的质量 甚至超越了这个字体的结构 就是一个书法写的 是不是好 是不是 艺术性强 很大一部分要看这个线条的质感 这里边有三个地方 一个就是这个起头的这个顿笔的这个地方 一个就是线条的中间这一段 另外就是这个结位的这个地方 中间这一段就称为中锋 中锋行笔 如果一个线是这样的 那么它这个或者是这样的 它就不是中锋 另外这个开头和结尾 它也没有这个顿笔藏锋 和这个没有这个 这样它这个线显得飘 这个顿笔呢 有停顿的意思 预右先左 有一个逆风的 这样显得苍迹牛利 这个线条 不要写得太滑 最后收一下 再写一下这个树 树线和横线人身一样 逆风 顿笔 顿一下 它这个秋震中写的这个书里面 专门教过这个写这个线 这个顿笔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稍微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的这么一个意思 这样这个线条它就有比较圆润 最后收一下